有文书般若见语 念业佛功德无量无边 业余无量诸佛功德无耳 不思议佛法等无差别 戒臣亦如臣罪正究 谢居无量功德辩才 如是如一心三位 就是念佛三位 尽知恒煞祝福法界无量差别云云 文书般若经常设定 念业佛功德无量无边 跟 念无量诸佛功德无耳 不思议佛法等无差别 这一句话华言经常说的 一戒是读 多戒是一 是语 也读不二 啊 一佛 指 阿弥陀佛 念业佛功德 跟念一切诸佛功德 也是无二无边 这是诸佛功德 这是诸佛功德 诸佛功德无人 念万福 佛经上有一步进 佛说 万福明经 里面都是佛的名后 六万两千多个佛的名后 在中国大臣教里 过年的时候 很多寺庙 叫拜万福 拜万福的功德 跟念阿弥陀佛功德一样 那我们想想 是念万福明好 还是念一佛明好 念一佛明会得三位 念万福明不得三位 为什么 心是散乱的 念一佛明好 你所得的是功德 念万福明不一样 世间人 不了解 总认为 功德 功德比不上福德 他要求福德 他不要功德 福德可以在人天 国报里都享受 功德不是 功德超越六道轮回 他对六道轮回很留恋 不想出去 世尊也很自卑 对于这一类的功德 根性的人 你看 讲一部 万福明鉴 对他们讲的 懂得这个意思 就明了了 过年为什么不打个佛器 关起门来念佛 念一个星期佛 日夜不见短 这是无量功德 这不是佛的 所以佛法 不解 不行了 一定要能解 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才知道 怎样修行 对自己是有利的 没搞清楚 听人家 那是错热闹 万福华会 很热闹 福奇不热闹 为什么 大家只念佛不说话 拜万福 什么话都可以说 就欢喜热闹的 拜万福 真正用功的 念阿弥陀佛 这个波瑞先生 讲得很清楚 波斯以佛法 等无差别 问题 就是在于你自己 会不会 会了 没有妨碍 不会 不会就有障碍 啊 幕后这句 皆臣 也如 臣 最正确 也如 是真心 是自信 是法心 禅宗里面说 明心见心 教下里都说 大开圆解 啊 净土里面讲 夜心 不乱 啊 密宗里都说 三密相应 都是这个境界 是 Kens Dan 描